原标题,为了黑中国,谣言都嚼得这么像五行缺底线。 当地时间4月1日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,在青宝站的醒目位置,开灯了一则题为,非绿币就数百层中国渔船出现在英尼岛屿周围,向中方提出抗议的头条新闻。 打开链接,内容和题目所说的差不多,无非就是非绿币抗议中国船只,出现在争议岛屿附近。 报道引述非军方西部司令部公共事务主管杰森拉蒙的话说,今年在中叶岛周围,发现了多达275艘中国船只。 报道说,非武装部队发言人埃德加·埃雷瓦罗,对此发出了警告,很难量化在岛上一次有多少船只,因为中国船只在该地区经常是来了又走。 CNN称,非总统府发言人帕尼洛一日表示,该国外交部已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,同时表达了马尼拉对北京在该地区如此多的船只的存在有几个疑问,我们会先问他们中方为什么? 首先,如果他们承认我们确定的事实,第二,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,第三,我们会礼貌地要求他们,不要不要做他们正在做的事。 中国驻非律宾大使赵建华表示,中方正在核实中也到周围有多少船只。 CNN非律宾的报道,也承认了一个事实,他们可能只是手无寸铁的渔船。 请注意,CNN更新制作报道的时间,是格林明智时间4月1日22点42分,换算长北京时间,也就是菲律宾时。 接是4月2日6点42分。 事实上,就在十几个小时前,路透社,菲律宾新报等多家媒体,其实已对此事做过报道。 菲律宾新报一日报道解除不过,新报在报道中还提到,当天帕尼洛曾经,相关海域的中国渔船,并没有此前非媒报道所说的600多艘那么多,而是275艘。 另外,帕尼洛还补充说,这些船是没有包围中夜岛,而只是在那儿出现。 换句话说,在飞方如往常一样表达抗议的同时,做出了重要澄清。 其,第一,没600多艘那么多,而是275艘中国渔船。 第二,他们没有包围中夜岛,只是在那儿出现。 再请注意,菲律宾新报这则报道的时间是,4月1日12点45分。 看到这里,缓缓有话要说了,CNN2日的报道,和菲律宾媒体的澄清报道时间隔了十几个小时, 但却只字未提非邦的澄清,只是以为强调非邦的抗议。 抗议,CNN的报道,是在装睡吗? 关于600多艘中国渔船包围中夜岛的消息,经缓缓查证发现, 是菲律宾ABSCBN新闻网3月29日最先爆出的这家菲律宾媒体。 当天援引飞军方消息宣称,自今年1月以来,已有600多艘中国渔船包围中夜岛。 报道还援引菲律宾西部司令部一名官员的话说, 在中夜岛附近监控的外国船只,全是中国渔船。 这些船只被视为中国海上民兵,哦,而还会有中国海警船服役补充, 以保持中国在该海域的坚定存在。 对于帕尼罗一日的发言,ABSCBN新闻网虽然也做了报道, 但在报道中,却知自为提帕尼罗澄清的上述两个重要事实, 只是再次强调,菲律宾的抗议,抗议。 菲律宾ABSCBN新闻网易日报的截图另外, 这家媒体在介绍抗议的相关背景时还表示, 自今年一月以来,已有600多艘中国船只曾包围中夜岛。 好了,到这里,你基本看懂了一个谣言是怎么被菲美和美眉拿来反复拒绝的吧? 事实上,针对南海问题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已多次表示, 当前,在中国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, 南海地区形势保持总体稳定,有关国家回到通过对话协商, 妥善处理分析的正确轨道,南海行为准则派文磋商不断推进。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,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, 是地区国家共同愿望和责任。 中方将继续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, 积极推进准则磋商和海上物学合作, 巩固当前良好态势。 来源,环球网务小宝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